昨天来自这个经济学人有一篇非常长的报道 其中是分析了中国政治派系对于中国政治未来的影响 还特别涉及到了一个我们经常谈到的词 叫做红色贵族或者是太子党 太子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派系结构 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未来是否还有决定权呢 这一篇来自经济学人的文章要透露哪一些有趣的人物和有趣的细节 想要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先请这个导播把一个我们准备好的一个一段这个Instagram的一个 可以说是网络红人的账号码先放出来 大家可以猜一猜他是谁 那这个导播如果找到的话可以把这些照片放出来了 哎这个是Instagram上的一个算是一个网红吧 或者是算是一个有名气的人物啊 你可以看到他有他这个非常时尚的一面 那么和很多这个一些品牌的商业合作的啊 一些商业的拍摄的啊 影片和照片啊 这个人呢是万里的应该是万里万里的孙女对吧 如果没有说错的话 那万里呢是之前这个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和实践者 那万里的孙女啊 一般我们叫做叫他叫做万宝宝啊 也被认为是这个红三代红色家族的继承人 那经济学人周刊的这篇专栏文章啊 标题是中国的政治宗族如何决定中国的未来 那谈到的呢就是习近平以及习近平 包括习近平在内的这一圈这个红色家族和中国的未来 文章开头就说啊 那中国的宣传口啊 有一项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要表明 时刻表明啊 习近平的红色出身 这一点呢从习近平的父亲习中勋相关的大量书籍和 纪录片的高频率的出版 以及每年习近平新年祝福中啊 他的这个背景里啊 自己和习和这个习近和父亲习中勋的合影呢 都可以看出来 那所有做的这一切呢 都为了表达习近平的出身啊 他的这个血统啊 是无可挑剔 那在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执政时 那许多时政观察家将习近平描述为是 太子党的崛起的象征 当时啊 这个中央政 这个当时的这个政治局常委中啊 被认为是有至少四个太子党的成员 那在时间来到2022年 当时二十大开完之后啊 习近平成为了最新的常委中唯一的太子党 那么经济学人的文章也认为啊 看起来是习近平似乎不想和其他可能挑战他血统的人 分享权力 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认为啊 太子党或许仍将可以决定中国的未来 目前呢 太子党这一批人呢 是仍然渗透到国有企业和金融公司的管理层 以及武装部队的军官阶层中 在这些机构里啊 一个有家庭关系非常重要 那在这些机构中 权力是通过正式机制权地传递的 但其起源呢 他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内部的关系 那是涉及血统相关的脉络 那要理解这一切呢 这篇文章还帮我们梳理了 毛泽东1976年去世之后的政治演变方式 那在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 引入市场改革之后啊 那许多太子党摇身一变 投身 商界认为啊 那在商界呢 可能会更加的安全 但是邓小平及他的同事陈云呢 是希望保持党在乡 他们这样的人的手中 因此呢 他们是亲自挑选了一些自己的后代 作为潜在的领导者 而习近平呢 就是其中之一 那在这个1978年之后呢 那一批太子党可以说是投身商界了 那另外还有一批呢 是继续在这个中国的政界 那当权力最终移交给太子党的机会到来时呢 当时习近平是几乎没有面临来自 这个其他太子党的竞争 那可能唯一的例外呢 就是薄熙来 但是薄熙来的故事 大家后来也都知道 薄熙来的这个政治野心啊 因他的这个一个手下 逃亡美领馆而破灭了 那么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 也着重提到了 薄熙来现在大概率啊是住在啊被关在秦城 他在那里呢是享受着特殊的待遇 之前南华早报也有报道提到啊 那在秦城监狱中薄熙来是享有特权的 那其中的一个特权呢 就是薄熙来不用穿球服 他仍然可以穿着西装 而这个习近平呢 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呢 他也不得不借助啊 这个一些其他太子党的能力 那之前呢习近平是非常依赖这个王岐山 那王岐山是姚依林的女婿 那过去十多年中啊 王岐山是代表习近平是策划了一场非常大的反腐斗争 虽然现在王岐山退休了 但是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呢 习近平的清洗呢仍然在继续 这里啊经济学人是举例了李尚福被查这一个例子 因为李尚福也被认为是红二代 那李尚福被查呢也显示出习近平对于太子党的清洗啊 可能啊还没停歇 那在商业领域呢 太子党的影响力啊更为显著了 之前呢我们有纽约时报 有华尔街日报都相继有披露过 中国一些最有权势人物的家庭成员 积累巨额财务的啊 现在我们都觉得是非常耸人听闻的细节 这些报道出来之后呢是引发了中国官方的强烈的反应 比如2019年中国外交部是拒绝了这个华尔街日报 新加坡记者王春翰更新记者签证这样的一个申请 那王春翰记者呢也是不得不离开中国 当时啊王春翰先生是撰写了有关这个澳大利亚当局 对习近平表弟的一个这个深入的报道 而在更早的2014年纽约时报的报道 也提到习近平当时一直在敦促家族成员要出售数亿美元的投资 那其中被牵扯尽的人物就包括习近平本人的妹妹齐晓晓 和他的这个姐夫邓家贵 持有的矿业和房地产公司的股份 那尽管习近平现在的反腐运动啊 对家族的交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啊我们熟知的另外一个人物认为啊 利用家沈栋就认为利用家族民生赚钱呢 是这个中国太子党生活的一个固有特征 好谢谢小杨的介绍啊 整篇文章的全文以及相关的解读 我们已经在昨天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六度解析节目中 为大家完整带来 如果大家对于文章中的细节更感兴趣啊 可以去参考有关的节目 和民先生简单点评 第一有关于薄熙来穿西服 这样的一个细节说明了怎样的问题 红色家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是不是还对于中国的政治未来有任何的影响啊 薄熙来在这个秦晨监狱啊 受到什么样的特殊待遇啊 没有任何的政治显示这一点 如果他真的是受到了特殊教育 我相信薄熙来的家人也不会把这个消息传递出来 因为在这个时候薄熙来博家只能保持低调啊 这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 所以呢这是这一篇报道里面最闪光的一点啊 让我们还记得有这么一个人物 薄熙来曾经那么的丰荣 那么多追赏他 那么多粉丝 现在这些粉丝到哪去了 销声匿急了 这就是政治的现实 红二代啊 或者是太子党 完全是一个过去的一种说法 今天的习近平在台上也不是以太子党的身份来执政 那其他的太子党多数都是须有其名 但是他们确确实实在太子党有限的人里面 是有一些优秀的人才的 尤其在80年代90年代 中国缺乏人才的时候 中共要比较信任自己的子弟的时候 他们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从总理 从副总理 从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 从各个阶层 省部级就更不如说了 形成了所谓的中共太子党的这种现象 但是随着习近平的上台 其实在胡锦德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这种状况 太子党的人数毕竟是太少 尤其是他们的第三代 像万宝宝他们这些人 更多的是过一个他们自己喜欢的个性生活 张扬的 自己做一个另外的生意 跟政治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觉得这就是正常的情况 这个时候做这篇文章吧 我觉得也就是为红二代这个事情 画一个句号 没有红二代也没有他的党 所谓的靠官二代和红二代的做生意的时代 也已经过去了 好 谢谢何明先生的介绍 为大家更新地震有关的情况 那么我们刚才是看到 来自美国地震局有关于纽约 或者准确的说是大纽约地区 包括新泽西北部的一些地带 从1737年以来统计的地震层级 当然现在这一次地震级数 目前看到消息面还有一些不确定 有人说是4.8级 有人说是5.5级 但不论怎么说应该是从1737年以来 最大的排名前三名到前五名 这样的一个震级 那么上一次出现类似层级的时候 我们看到已经是上世纪的事情了 所以说这个和平先生有一点大 这个叫做小题大做 的确是冤枉了和平先生 至少这已经是在我们还没有出 我们出生以后最大的纽约相关地区的 这样的一个地震的状况 同时也要为大家更新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 那么根据来自纽约市长办公室 发布的安全警示 目前还没有地震是否会出现余震的相关的专家的分析 但是如果出现余震的话 大家首先要找到靠近地面的地方 而不是在高处 同时要找到一个狭小的空间 稳定的家具附近 用自己的双臂以及身体 保护住自己的头和肩膀 尽量选择低位 尽量远离那些晃动的家具 还有较高的建筑物远离开场之地 这是来自纽约市长办公室 为地震安全所做的相关的警示 好说完了跟地震有关的消息 我们再来聊一聊还是中国时政有关的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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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